狼姐你跟斗志孔已经够了 你知道什么 你给我们看间距 因为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我老婆从来没有伤啊 谢谢大家的关心 当我可以说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出来 黄家谦与夏克力去年7月爆出婚变 16年一国婚完完 可惜两人并非好聚好散 双方官司缠送至今 她说她很喜欢 她真的要买 所以我买这个房子 然后买了一个月之后 她说我家暴 我被抓了 放在几件里 我没有做今天不家暴的事情 这个月初夏克力一连开直播放话 狂斗家务事 不要把任何这些房子买掉 我需要老婆的签名 我让她同意 她不签啊 我一个月的利息 我现在mortgage 我贷款一个月是这个 6000多 6642加币一个月 我没有钱给他们 不仅如此 她16日更在直播中大骂 与黄嘉谦交好的狼祖云 斗志孔 狼姐你跟斗志孔已经够了 在大家的面前 你们叫我很难听的话 他要叫我垃圾什么的 为什么你给我们看间距 因为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我老婆从来没有伤啊 你们小朋友真的玩得有点太过分了 小朋友 因为一个大人 不会做这种事 你就知道 斗志孔的经纪人是谁 对 我也是黄嘉谦的经纪人 然后你 浪姐你有说她打电话给黄嘉谦的经纪人 其实只有黄嘉谦知道那么多的细节 所以谁放的我不知道 不是你放的 你是跟黄嘉谦做很多舞台剧最近 你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舞台剧 你的工作 或是你要拍什么片 或是什么东西 这是人家的生活 你够了没 真的 你太夸张了 而黄嘉谦17日出席舞台剧总彩排时 似乎也有感而发 一开口就忍不住落泪 你会在台上会去寻找 就是那个 国秀老师的 影子 你会看到 那个感动 嗯 就对我来讲这个戏很有意义 重新要在演出就是对我来讲是个很 很棒的一件事情 演员站在舞台上就是很幸福 嘉谦刚刚哭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绪呢 其实站在舞台上面其实因为就很熟悉嘛 那个回忆都会回来 刚嘉谦姐有一段台词有到加拿大那一句会蛮无味造成的 这原来的剧本就有耶 嗯 怎么了 因为最近加拿大都可能没有特别 对呀怎么会 这么巧 这是个预言 谢谢大家的关心 呃 当我可以说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出来 台湾还会打关心 我们一切都还在死法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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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来我们来